大家好,欢迎走进风子说体育 这期我们来聊一下CBA CBA的季后赛的举办场地呢 现在还没有定下来 据悉呢,CBA公司已经是考虑在澳门举办这个季后赛 按照原计划的季后赛应该在4月初开始进行 然后之前的比赛啊 就是两个赛区,沈阳和广东顺德 也要承办第三阶段的比赛 而顺德也要承办全明星赛啊 这样的娱乐性质的比赛 那么季后赛的举办地点呢 初步就是定在澳门 但是还没有最终确定 因为还要考虑是否能够恢复主客场制 CBA公司大方向的目标是要恢复主客场制 因为只有那样啊 才能保证各支球队的门票收入 还有转播收入什么的啊 各种经营项收入 否则的话 场子以往 像中超啊 亏钱 篮球俱乐部也会亏钱 虽然篮球俱乐部的投入 并不如足球俱乐部大 但是 这样连续两三年啊 都是这样的参赛模式 感觉对哪一支俱乐部啊 都是有一些经济上的压力 所以呢 姚明还是希望啊 主客场制进行季后赛 啊 今年的季后赛的场次也有所增加啊 避免了以往的单场啊淘汰 啊 他是根据赛程的递进不停的三局两胜 五场三胜 七场四胜啊 这样 所以今年季后赛格外的精彩 那么澳门赛区呢 其实也挺好 去年举办了 呃 超三联赛 呃 拥有啊 篮球的热情 也有场地 各方面设施都不错 并且疫情管控也很到位 呃 不像现在的香港 香港确实有一些意外 这几天的啊 确诊病例比较多 澳门呢 呃 应该是可以主办这个CBA的几后赛的 呃 从客观条件上讲 呃 是可以举办的 但是呃 CBA公司还是尽可能的希望主客赏制 但是呢 目前国内疫情呃 处于那个呃 散发状态 呃 很多省市都有 所以呢 也为了确保呃 球员的健康安全 个人觉得还是 全部集中在一地 进行季后赛比较好 啊 先把这个比赛打完 然后再考虑啊 俱乐部的经济收入问题 啊 毕竟呢 目前啊 疫情还是主要因素 疫情影响很多事情 呃 这个赛季呢 呃 确实 CBA公司也是做了很多的努力 呃 包括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都是不同的赛区 呃 也是想把这个篮球 呃 更加的呃推广 呃 社会补级面更广 然后呢 呃 CBA公司也是 呃 在客观的评估 呃 一些就是返回常态的一些事宜 呃 所以希望这次呢 呃 呃 还是 在一地举办的可能性大一点 毕竟主客场是 有太多的不确定一些因素 啊 随时有可能导致呃 球队到时候 比如去了一个地方打比赛 然后突出突发疫情 走不了 有这种特殊情况 呃 希望呢 CBA公司能够全方位考虑 呃 以 稳为主 还是在澳门举办的也比较好 好了 这期话题 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